希望自己古朗月行 小时候王博有个梦想 希望自己能好好学习早日金榜提名 小时候贺之章有个梦想 希望自己能好好学习早日金榜提名 小时候杜甫也有个梦想 希望自己能好好学习早日金榜提名 听 唐朝还能不能有个梦想独特点的小朋友了 那必然是李白小朋友了 在那个没有汽车飞机的年代 他的梦想居然是飞上月空 够超款脱俗了吧 诗歌古朗月行就记载了那个纯真的梦 行是一种乐辅诗歌体材 一般天辅较长 朗月指的是明朗的月亮 南朝诗人鲍照曾写过朗月行 李白借用古题 所以将诗命名为古朗月行 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 李白仰望着月空 突然回想起了一些可爱的往事 小时不识月 铺坐白玉盘 又一摇台镜 飞在青云端 摇台是传说神仙居住的地方 小时候不认识月亮 看着它的光芒洁白如玉 形状又大又圆 竟然傻乎乎的把它叫做白玉盘 再多看几眼 又以为它是仙界的一面镜子 高高的飞在青云的一头 仙人垂两足 桂树和团团 白兔倒要成 问言与谁参 团团是圆圆的意思 再接着看 似乎看到了有神仙坐在树上 锤挂着两只脚 而那棵树是一棵圆圆的 可爱的桂树 仔细往树下一看 还能看到白兔 已经把药给捣好了 正在询问可以和谁 一起进餐服用呢 多希望它是在邀请自己呀 回忆里的月亮 是那么美丽动人 而此刻的圆月 却正在遭遇 蝉除石原影 大明夜已残的危机 大明是月亮的别称 今夜原本皎洁的明月 突然变得残缺 原来是月亮上的邪恶蝉除 正在大口大口地侵蚀着 圆圆的月影 可恶 太可恶了 为什么不见一溪落酒屋 天人轻且安得到来 传说太阳里 有一只金色的三足乌鸦 所以太阳的别称又叫做金屋 九屋就是指九个太阳 你要想当年 后裔多么威武的 将九个太阳都射落了 让天上只留下一个太阳 普照万物 从此天上人间都得以清静安宁 如今英雄已去 蝉除无法无天 只能是阴晶此轮祸 去去不足观了 阴晶是月亮的另一个名称 轮祸指的是沉沦迷惑 朗月已经沉沦而迷惑不清 还有什么可看的呢 不如就此离开吧 但离开就能让人放下忧愁吗 忧来其如何 其创摧心肝 其在这里指代的还是月亮 即使离开了 还是不免要接着担忧月亮会怎样 内心凄凉悲壮 简直要催心裂肝 从朗月出生到月华普照 再到禅除十月 李白一步一步地 从欣喜变成了悲伤 让李白催肝断肠的 又岂止是月亮的阴晴不定 还有国家的悲欢无常 原本奋发有为的李隆基皇帝 如今却为声色拳马所迷惑 让曾经的太平圣志 一步一步地走向沦落 奈何像后裔这样 能够安邦记民的英雄 却迟迟不来 李白看着这一切 不忍再多看一眼 更不忍一走了之 这种曲折身挽的伤痛 恐怕只有此刻同样残痛的月亮 才能读懂啊 小时不识月 铺坐白玉盘 又一摇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 桂树合团团 白兔倒要成 问言与谁参 蝉除十元影 大名夜一参 一夕落酒屋 天人清且安 因经此轮廓 去去不足观 由来其如何 七创摧心肝 物家 ustora 泣 水 泣 水 泣 美威 泣 涣 泣 泣 水 泣